今年的暑假大,有不少的好电影,其中国产电影有好几部口碑和票房都很厉害,比如《我不不是药神》、《西红柿首富》以及《一出好戏》等电影都是非常不错的,而这两天令人期待的两部电影又上映了。 这两部电影分别是甄子丹主演的大师兄和漫威蚁人新作《蚁人2》、《黄蜂女现身》,这两部电影在上映之前都很令人期待,都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电影,各自的粉丝都对其充满信心。 不过,自8月24至上映后,到了现在为止,《蚁人2》、《黄蜂女现身》票房已经破3亿,而甄子丹主演的大师兄票房才勉强破6000万,票房不到《蚁人2》,《黄蜂女现身》都五分之一。 当然,相对其他电影,大师兄的表现也还不错,票房仅跟《蚁人2》,《黄蜂女现身》之后,但这一次甄子丹的主打不再是功夫,而是教育。 虽然对于教育电影,大家都很支持,但观看欲望明显不如单纯的功夫电影,因为这也不是甄子丹擅长的。 他的武器很精彩,但文气略显单薄,《蚁人2》的《黄蜂女》打斗场面很惊艳,很美。 在电影中,《蚁人夫妻》大与新反派幽灵的大戏也非常的精彩,其移形换位的大戏征服了许许多多的观众,整部影片视觉效果震撼,而且有妇联彩蛋。 有些观众说,这部大片可演说是妇联3之后的调试剂,全程很开心。 在科幻片里,一般家庭,亲情都是比较重要的主题,而这一次的《蚁人2》也把这两个主题发挥到了最大化。 当《黄蜂女》知道当年为了为拯救千万人而牺牲的母亲还可能活在在量子空间里,所以她不断地想办法去就可能存活的母亲。 而《蚁人2》也是漫威第一部以爱情为主打的电影,该片呈现了最具创造性的动作场景,同时也是漫威宇宙中最具喜剧性的作品。 其实《蚁人2》和《大师兄》都属于动作喜剧,两部电影都有精彩的打斗和飙车,一个是凭着超能力运跑来落特效演绎酷炫,一个是拳拳到肉的对打,延续真子丹动作戏一贯的真实感。 其中《蚁人2》的蚁人很是接地气,喜剧色彩的加成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口味。 因此 《蚁人2》的眼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